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枯这一样毒物 很多听众如果有听的话都会知道枯其实是有多毒 一般来说枯会在我们的牙膏里面 但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品牌已经标明了牙膏是不含这只枯 但枯其实以前是防蛛牙 保护牙齿的 其实是不是现在意味着主流的科学都认同枯其实是有问题的呢 是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种转体 以前就说我们牙膏有加枯 即是好牙膏嘛 是不是 我们加了下去 但现在实际上标签都说明是不含肯的 是的 知道如果大家在我们健康店买东西的牙膏人 他应该知道是在健康店买的牙膏 是很清楚说明是不会有肯的 是不会加下去的 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枯的毒害 其实过去以来 已经很多人已经质疑 也很多人提出不同的证据 最近我已经知道了 原来过两个枯 过两个枯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和大家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 会增加你23种不同的癌症的风险 会降低你小孩的IQ 还有学校的表现 学历的工作功课的表现 还有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是增加你的氧化的压力 是 氧化的压力 那这个研究从哪里来呢 如果这个研究竟然是世卫 世卫有个在1978年到1992年之间 他发现如果那些美国人是住的地方 那些水是有我叫做Optimal 就是认为最好的分量的氧化 其实他那个癌的风险 就是身体上23个部位的癌的风险 其实是增加了的 其实这个研究 其实在日本也有不同的研究 是反映同样的问题的 他发现如果我们水里面加氧化 是会大大增加子宫的 和肝的癌症的风险 是 其实很多的研究已经有的了 已经有发现了 好了 那还有呢 最近也有另外一个在哈佛的研究 他发现如果小孩童然 如果是暴露在或者接触到高剂量的肤 其实是会增加有一种癌症的 有一种癌症 是叫Osteosarcoma 是育瘤来的 那这个的死亡率很高的 那通常是男性那里的 可以增加那个机会多少 增加成546% 哇 那么厉害 546% 好了 那这个是哈佛的自己的新研究 那虽然是这个资料出现了之后 那主流医学都经常都是不承认 不断是拒绝承认那个 不和癌的关系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过去那么多年来 虽然我们知道 他那个癌的机会是风险增加了 但我也不知道背后的机制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解释不了 那因为我们解释不了机制 你知道在科学上 就是常常都懒要 就是科学的解释 那一直以来呢 我们知道有两者的关系 但是呢 解释不了机制 那所以呢 就一直就没有记性念的 好了 那最近有些什么突破呢 最近呢 原来是中国的研究 就是中国的 就是新的研究 那原来呢 他说呢 原来呢 过量的枯呢 是会破坏我们身体体内抗氧化的系统 就是说呢 我们的身体抵受氧化压力的能力 那我也知道呢 很多的病都是和我们的氧化的问题有关的嘛 很多的预防疾病啊 都是用一些抗氧化的方法的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呢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地球上有25个国家 差不多有成2亿人口呢 是长期呢 是有出现一些 慢性严重的 的忽中毒 Fluorosis 那个问题的 那个症状 就是忽中毒的症状 有成2亿人口有的 那原因就是呢 因为他们的水 他们的地下水呢 是忽的量是非常之高的 那还有可能他们的食物 和空气的污染 那是哪一类的污染呢 就是有些是含氧量高的煤 那你想到呢 在中国含氧这个问题 可能是会明显很多的 那好了 那所以在中国呢 是真的出现了很多 这些这样的区域性的 忽中毒的问题 那当然呢 中国的医生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不断地做一些研究 去了解呢 他的忽中毒这个原因 那好了 那最近这个新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叫做 就是 新的 科学 Landmark Landmark 的research 就是一个突破的研究 发言呢 他说呢 在居住在 枯高的地域里面的人呢 他们身体有三种很紧要的 内部的抗氧化水平呢 是压低的很厉害的 那哪三种的抗氧化 Antioxidant呢 就是内部身体 一直都存在的 就是一种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我真的免得翻译了 因为翻译了 因为翻译了中文 我翻译都不知道是什么 Super Oxide Dismutase 以及 Catalase 以及 Glutophione Preoxidase 这三个呢 在营养学医学上 都知道呢 是身体的一种的 一种抗氧化的抗氧化剂 是 内部的内分泌的抗氧化剂 原来住在窟高的地方呢 这种的三个抗氧化剂呢 是比住在窟低的地位里面呢 是低了很多的 那我大家都知道呢 氧化的 就是氧化的那个伤害呢 跟我们那个癌症的那个关系 已经是很清晰的 那我已知道呢 如果我们是窟太多呢 是会破坏我们身体的那个 这个抗氧化 对付抗氧化的压力 那所以呢 从而呢 就会增加我们氧的风险 那氧的风险呢 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减低 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就是这个好的消息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那个机制是怎么样了 好了 那还有一个 他们研究发现呢 他说如果有些人的 地域住的地方呢 它是 它是 是比较高的 但是同时呢 它们的西的 selenium 就是高的时候呢 就是正常的高 和或者高呢 那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 三种主要的内分泌 抗氧化的问题呢 就是 不会出现的 嗯 那 那我大家都知道了 西的selenium 是在我们身体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抗氧化 就是 就是glutathione peroxidase 里面的 是一种的主要的成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 如果一些人呢 同时的地域呢 是西系高呢 他身体的那个 氧化那个 那个 伤害呢 是会减低的 那我们怎么去测呢 就是它用测试 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体那个 那个氧化那个 那个伤害的程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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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 简单来说呢 就说呢 如果某个地域呢 是 它是 那个 那个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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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那 是我们很多 在我们实验室里面都看到的 那 我曾经所说呢 是中国的大 大 大规模的研究 看到这个 关系 那我们也知道呢 西呢 是在实验室的研究呢 是可以呢 是 減低我们那个 心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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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为 就是 两化的压力 可以保护我们的肛 肛 可以保护我们的肾 肛 和呢 是很多的 因为 过分的肤呢 是导致我们的脑部的退化 那 那 那 还有一个研究呢 发现呢 原来我们的食膝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尿里面 是抬走 那个 肤的 的毒素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 非常之直接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 有一种 那个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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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呢 嗯 在很多 很多年前呢 我们在西呢 是对付癌呢 是帮助 减低癌呢 的资料呢 是很早呢 在澳洲其中的研究 就发现呢 澳洲的地域 那些泥土呢 那个西的那个 那个微原素呢 是很少的 那 所以它也都终于解释到呢 那 那 为什么呢 在 癌症在澳洲有这么多呢 那基本上呢 在那个土壤里面 如果西的成分是低呢 呢 癌症的机会是高的 那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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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用 就是可以 就是用一些 就是 就是補充剂啦 西的補充剂啦 大家在市面其实都看到的 很多很多 营养補充店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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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这个的 那现在的建议量呢 是RDA 就是所谓 每日的建议量呢 西呢 是很低的 55个 微黑 microgram 55个微黑 microgram 是很低的 那 那 其实我们认为呢 应该呢 是用到多少呢 是100到200的microgram 就不要用到55 55更低 是100到200 就是有几倍的分量 嗯 那我们的经验呢 啊 其实我们可以用到 西呢 可以用到400的 400的微黑都没问题的 那西除了可以吃补充剂之外 那天然食物里面 有些什么是有西的呢 其实呢 在食物方面呢 是 譬如有些 果实 Nuts 是 种子 魚 一部分肉类 还有些是 菊类 原生的菊类 嗯 那当然啦 这个希望呢 是这些食物的 种植来源的地方呢 是那个 这个泥土的那个西呢 会足够啦 如果正常的情况呢 这些的食物呢 就是果实啊 种子啊 鱼鸢肉啊 还有那些 烟蒸菊类的那些食品呢 这方面 会比较多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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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担心啦 那食这个 食这个的 補充剂的时候呢 有没有禁忌呢 那 那 原来呢 他发现呢 如果你要西吸收得好些呢 最好呢 是 用西的那个 補充剂的时候 就不要和 升 和高剂量的维他命C 一起 是 嗯 明白 好了 那我们的听众 我们可能都听过我们 现在最近的研究发现 其实要防癌的呢 其实有一些很简单 很便宜的方法啦 那一是维他命D 维他命D 维他命D3 那自己要多些曬太阳啦 第二呢 就是用西的補充剂 是 即是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呢 是做足功课呢 補充的足够呢 其实我们已经大大能够 减低癌的风险了 嗯 多谢完医生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可有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会诊 也可以打回刚才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cs 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完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